陳總教 這個聲音 有兩個手 就有聲音 你們能聽到這手指神嗎? 一個手你能聽到聲音嗎? 蟬竹善宗他這樣說 聲音是要兩隻手拍掌 你才能聽到聲音 但是如果是單手的話 你可以聽到聲音嗎? 所以你來做你的色 在你的白色填中 你都能暈浪這許多色的功能 看到色 就好像有動作有聲音 所以說這個聲音 可以轉到我們的白色填中 只要你聽到這個手 你就會有音響的聲音 在你的腦中 無神 聖有神 這個也另有一種境界 這個就是無聲聖有聲 這是另外一個境界 如果我們光是聽這個世界上的 是非的聲音 你只不能過 如果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只是聽這些是非的聲音 這些日子是不好過的 一段曲壇說 父子兩個 請了一頭驢子 在這個鄉村經過 這個村莊人看到這個父子兩個 請了一頭驢子走路啊 大家就在那裡想話了 他說 他說 哎呀 你看這兩個人好傻瓜呀 這麼一個驢子 為什麼都不騎到上面呢 自己在走路呢 父子一聽 沒錯啊 我們就騎到驢子上 又有人說 哎呀這兩個人好殘忍哦 一個小驢子上面坐了兩個人啊 太重了 哎呀不對 爸爸就說 兒子你下去走路 我來騎 那旁邊又說 哎呀這個爸爸 這麼樣子殘忍啊 讓個兒子走路 他騎到這個驢背上 爸爸趕快下來 他說兒子你坐上去 兒子坐上去 那個又再說 哎呀這個小孩子不動力嘛 他坐在驢背上 讓爸爸再走路 到最後父子兩個人 不想怎麼辦才好 是非 不能聽啊 聽了你會很煩惱啊 過去有一對父子 他們請了一條路 他們在村莊走 兩個都沒有騎在路上面 村莊裡面有人看到 他就說 這兩個人真是愚蠢啊 為何不騎在路上面呢 對呀 這對父子就騎在路上面 過不久又見到另一個路人 他就說 哎呀你看他們多殘忍啊 兩個人一起騎在路上面 爸爸就說 兒子啊 你不如下路吧 讓我來騎 哎呀 走走走走 又聽到人家說 哎呀你看看 這個爸爸怎麼搞的 被小孩跟著那條路 爸爸就說 哎呀不行不行 都是下路 兒子啊 你上路呢 我來走 哎呀走走走 又聽人家說 哎呀這個兒子這麼沒禮貌 要那個爸爸騎在路 哎呀 兒子立刻跳了下來 說兩個人 你看我都不知道怎麼算好了 所以說 這個世間是非是不能聽的 各位 這個兒子 我們還要小小兒子 怎麼小呢 第一 要善聽 這個 像 善解禮 善語聽講 這個不善聽 把個好話聽成壞話 把個好事聽成壞事 所以這個善聽 一切都從身如流 一切都是從何處去思想 這個信仰恨這個善聽 是很要緊的 好了 講到耳仔 耳仔要怎麼修行呢 第一 要善聽 所謂善聽就是善解人意 善解人意 善解人意 是怎麼善解人意 譬如說你要懂得聽 一切都從善如流 這個是很重要的 第二 要啄聽 你看靜靜裏面 佛講經的時候 常常如等聖男子聖女來 啄聽 啄聽 所以啄聽 就是你注意聽 注意聽 用行聽 用行聽 第二是遞聽 我們在佛經 常常佛陀都會說 如等善男子善女人 遞聽 遞聽 這個遞聽 就是要注意聽 要用心去聽 我看到 我看到現在的青少年 有的會讀書 他必定是會的啄聽 有的不會讀書 他是不會的啄聽 對老師的講受 他沒有啄聽 不注意聽 對的 這個耳朵精 那個耳朵窄 等於是種子 沒有種到土裡面去 在浮面的上面 等於水也沒有倒到被子裡面去 這個沒有用嘛 所以因此 各位家裡如果有子弟 要信仰神堂 遞聽的習慣 我現在看到時下很多年輕人 我發覺只要懂得讀書 他們一定會懂得提聽 通常成績不好的那些 都是因為他們不懂得 用心去聽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好比喻一個種子 他沒有種在泥土裡面 都是在浮面的 或者像水一樣 他沒有在杯裡面 所以在座各位 如果你們有子弟的話 你們應該第一步 要讓他們學會有遞聽這個習慣 現在的人不會聽 就會容易一字半解了 現在的人不懂得聽的話 就很容易一知半解 在宋代的時候 有一個大館 馮道 信心很近 他去買了一雙耍子 一千八百塊 後來他有一個部下也去買了一雙耍子 他就好奇怪啊 他說你的耍子買多少錢呢 他說這個耍子九百塊 哦 他就生氣 把這個買耍子的人喊了教訓 人家才買九百塊 你怎麼買一千八百塊 在那裡買了好久以後 後來把另外一個家舉起來 他這一次又是九百塊 就是你只聽了一半啊 你問我這個孩子多少錢 我九百塊嘛 兩個就一千八啦 一樣的價錢 他不會聽 過去曾經有一個人 他就很心急 他有一次 他就買到一把梳 這把梳呢 一個賊 這個賊就一千八百塊買了 後來他的部人又去買了 他就問他 你那個多少錢啊 九百塊 哎呀 他聽到之後就很生氣 我立即就去罵賣賊那個人 他問你怎麼可以這個賣我一千八百塊呢 他就罵了很久很久 後來那個人就說 哦 我還沒說完 我另外那隻又是九百塊 那就對了 他買了一對剛剛是一千八百塊 所以說 要聽 你要聽得全面 要整體 要學 因為這個 不是廣事 所以 平聽則安 敬聽則明 要能從多方面的去了解 所以說 第三 我們要修的是 並聽 所以說 並聽則安 全聽則全 要全聽 要全方位的去聽 全方位的了解 我想做一個主管 做一個家長 或者講到同事 同事 朋友同事 都有很多的話 你要全聽 普遍地來聽 才能知道究竟 譬如說這個全聽 我們要知道 很多同事 部長 親友之間 你全部要全聽 要能夠兼顧 這個才可以聽得全面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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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